回到冬森晚间新闻 在今天本土的案例 还是来到了8万5千多例 听起来好像比昨天少一些些 但事实上因为现在是高原期 所以要观察一阵子 才知道是不是要往下走了 现在这个数字可能还没有到底 就是因为居家隔离者 还有确诊者实在太多了 很多人可能确诊隔离都已经结束了 还没有拿到任何的通知单 所以这两天就出现了一个状况 那么新北市的卫生所前面 每一家都在大排长龙 因为太多人 想要直接来领居家隔离通知书了 你没有通知书很麻烦 一方面你可能没有办法合法的请假 再来就是有时候你没有通知书 你可能 那么之后你连确诊的这些病例 都是没有办法上传的 所以今天我们走了一趟新庄卫生所 里面的防疫人员真的是忙翻了 很多人是没有解隔离就来领通知单 所以现在指挥中心隔了这么久 终于改了 今天说为了要加速民众领取的效率 所以有一个新的系统即将上线 10小时之内就可以开单 而且数位证明平台也会新增了 接触者隔离证明在25号就会上线 的确这些文书处理的问题 早就应该解决了 因为这些医护人员 他们为了要上传这些资料 花了太多的人力 其实都是浪费 因为有民众都投诉说 原来专责病房 有病房却没有人力 这是她的岳母 已经75岁了 因为确诊之后住进了这个病房 全身突然的症软 而且歇斯底里尖焦又躁动 之后就昏迷了 累计这些状况 这个家人当然非常非常的惊吓 就希望说医生可以进一步的检查 但是家属指控说 医院拖了两天才抽血 结果后来检验报告出炉 是因为体内的阿摩尼亚过高 那么才给药治疗 但是已经过了36小时 当然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再过半天 这个阿嬷她的病情急转直下 宣告不治 家属悲痛的说 可能是因为非常时期 他们显然发现 专则病房的人力相当吃紧 在视讯护理师的时候 一度都已经快哭到 好像已经快要崩溃 因为实在是太忙了 当然如果不要那么忙的话 医护人员紧急处置 也许这个阿嬷不会这么快的过世 不过新北联邻回应 他们的护病比是正常的 而且处置也都是医师的专业判断 医院虽然认为现在还不到崩溃的情形 不过显然现在很多的医护人员已经累到快要崩溃了 而且医护比就算是正常 其实人力也是相当的吃紧 有病床可能不一定有人力 所以大家都在问说 是不是台湾的医疗量能已经濒临崩溃了 卫福部长陈时中觉得没有崩溃 不过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数字会发现 中重症增加得非常的快 尤其今天中重症的比例也已经增加到了新高 如果接下来这个疫情从中部北部 一直往南部来延伸的话 那其他的县市该怎么办呢 台北市长柯文哲认为 目前看起来医疗是没有崩溃 但是是牺牲很多医护人员换来的 显然国家对于解封根本没有做好准备 好 医护忙翻了 而且这个地方的防疫人员也忙翻了 其实是跟我们基层的行政流程太复杂 有非常多的关系 所以很多的确诊者都说 拿不到文件很麻烦 他们没有办法请假 所以确诊者到底怎么请假呢 今天劳动部特别告诉大家非常明确 假要怎么请 但问题是你不管是请什么假 你都要有证明告诉老板说 我是因为确诊 所以才要请搭 那没有通知书到底该怎么办呢 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劳动部告诉大家 可以以阳性的检测结果作为证明 等到你请假请完了之后 30天之内补提通知书就可以了 如果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来隔离的话 那真的是蛮麻烦的 这一名就读师范大学乔生先修部的女学生 她也是在这个宿舍里头隔离 但是她进到里头才晓得 原来学校是没有提供饮食的 你必须要靠亲友来外送 而且超过了中午12点跟下午5点的话 那专门负责的老师就不会帮你转送东西了 那女乔生她才刚刚来 当然没有什么亲朋好友 那么她常常要挨饿一整天 不过就是因为学校说 至少有96名的乔生确诊 送餐老师已经疲于奔命 可见每个被隔离的人 并不是每个人 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都可以那么的顺利 所以桃园是为了体贴这些隔离的市民 他们提供了关怀包 里面有吃的有喝的 而且还有五支快筛试剂 所以市民都会抢着要领 但现在有北漂的民众控诉说 他来桃园工作已经四年了 只是他的户籍不在桃园 结果他就因此不能领取关怀包 这样公平吗 确诊者到处都是 所以很多人出门的时候都会特别小心 到处都要喷这个酒精才行 到底应该你要擦哪里才是有效的呢 香港大学的研究 他们是把这个变异株跟原始株 滴在各种的表面上 结果发现原始株 它存活的时间非常的短 但是变异株 也就是现在的BA.1 可以存活在不锈钢上面超过10天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很多人说那是不是要狂擦 不锈钢的表面 但是专家告诉你 其实口罩病毒量才是最高的 真正能够对付病毒的 当然是Paxlovid口服药 不过根据了辉瑞的临床研究显示 有一部分的受试者 他吃了这个药之后 味觉会改变 甚至国外也有许多人反映说 他们吃了这个药之后 嘴巴里面会有金属的味道 而且有的人是 连食物的味道都尝不出来 这是不是短暂的改变 可能还需要观察 毕竟在台湾吃的人还不是那么多 正在居家隔离 没有想到却遇上了大祸 原来这高雄的11岁男童 是因为同学确诊 所以在家里面居家隔离 单亲的妈妈照顾他 没有想到早上的11点多 家中一楼突然起火 所以他们两个就跑到了三楼 在阳台上面求救 大家都看到他们在铁窗上面 偏偏铁窗上锁了 云梯车又因为巷弄太小进不去 怎么办呢 有热心的民众赶快开脱掉车来 搭着吊篮上去把这个铁窗锯开 好不容易把两个人都救出来 而男童的母亲一度没有呼吸心跳 还好CPR之后减回一命 屏东的小琉球是旅游热点 但是涌入的爆量游客 已经影响到生态环境了 所以最近官方正在研究 是不是要限制游客的数量 不但是扩大保护区 或者是同时 对游客收费 结果听到了要收钱 现在观光业者跟游客 意见不太一样 前阵子在南投信 丹大山区野放的 这一个台湾黑熊 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被枪杀了 而且还掩埋在 五届产业步道附近 解剖之后发现 他有枪伤 而且头骨碎裂 现在发现了 真的是两名男子 设有重贤 查扣了他们的猎钢跟铅弹 而且依法送办 两个人讯后以三万元交保 做错事情该怎么补偿呢 这是一条人命 原来有一个15岁的少女 没有驾照 也没戴安全帽 她在澎湖 骑车撞上了一名老妇人游客 结果造成老妇人送衣不治 没有想到 他们还控诉说 对方把这个少女 打到了脑震荡 但是老妇人的家属表示 当时警察跟议员代表都在 怎么可能有机会动手 其实天鱼路滑开车也要小心 像是这辆砂石车 就是在下坡过弯的时候 为了闪前面的一台车 结果一滑就失控 撞到了旁边的民宅 老板娘差一点就被撞伤了 但是她私底下讲说 半年之内已经被撞过两次 如果乌龟停车 警察在场的话 她还是可以开单的 结果台北市议员许晓星 就被爆料说 她施压远景不给开单 今天她二度出面澄清 当下有请远景开单 是警察自己不愿意的 甚至警方也证实了这样的消息 而现在这个风向完全不一样 因为爆料者就被起底 他是罗东国小的代理老师 他坦诚是转发警察朋友的文章 这个警察一度否认认识他 但是又被爆料 双方的合照之后改口了 在台南很多内行人都知道这一间 没有电名没有招牌 却飘香40多年的探烤行动餐车 它是限量供应的 包括了鸡腿鸡翅 五花肉都是招牌 常常一个小时就秒杀完寿 没预定几乎吃不到 同样是街边的小吃 卤味到底应该花多少钱才合理呢 在台南有网友说 他就是在新市买卤味 他怀疑自己遇上了诈骗集团 买的就是这样子的卤味 但是全部加起来 里面有鸭血冬粉大肠等等 要价400块钱 他觉得自己根本被骗了 怎么那么贵呢 老板娘也有话说 说他全部都有标价 他认为这个价格还蛮合理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跑到了 高雄的卤味摊 我们买了一样的东西 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也花了380块 当然确诊者这么多 很多的确诊者在康复之后 共同的疑问就是之后到底会不会有后遗症呢 因为在之前的病毒株比较强一些些 现在是Omicron 会不会比较轻一点 我们来看看国外的研究 他们是怎么来统计的 原来在加州大学 他们的统计发现 大概有30%的确诊者会有长新冠的状况 而另外也有4乘3的康复者会有后遗症 那主要的后遗症呢 可能都是包括了像是呼吸问题 咳嗽 疲劳 还有心跳异常等等的症状 当然很多人担心的是小朋友 那么之后呢 确诊完康复了 会不会有状况 不过呢 医师也在脸书上面 要家长来分享统计 看起来大部分都活力十足 轻症康复了 其实都不用太过担心 但如果是中重症住院的话 其实需要高度的关注状况才行 有民众就在质疑说 是不是呢 这个新北联衣的量能 根本就已经崩溃了 有病床 但是人力却不足 原来是因为呢 75岁的阿嬷 因为确诊住进了病房 她呢 在住院的时候 突然全身痙攣 而且呢 歇斯底里的尖叫躁动 之后呢 就昏迷了 那扎鼠当然是很紧张啊 希望医生可以赶快的检查 但是他们指控说 其实呢 一直拖到了隔天才抽血 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 体内的阿摩尼亚过高 所以等到阿嬷吃到药的时候 已经过了36小时 来不及了 半天之后 这个阿嬷就宣告不治 所以家属非常的悲痛 可能认为是非常时期 这个捐责的病房 人力太吃紧 所以没有办法紧急的处置 也许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阿嬷就这样过世了 就算现在医院认为 还没有到崩溃的状况 但实际上呢 有很多的轻症者 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及时的获得医疗资源 因为他们可能连医生的视讯看诊 都拖了蛮久的 另外这个何先生投诉说 因为他太太呢 73岁也是确诊了 那该填的资料都填了 却一直等不到通知 最后呢 就只好请朋友帮忙到医院去带领药 但是医生就告诉他说 对不起 拖有点久 过了五天的黄金头药期 已经来不及了 加上他的太太有癌症跟慢性病 所以暂时没有给新冠口服药 很担心副作用会太大 但是他又是高危险群 所以何先生当然很担心太太的状况 但是专家也说 因为新冠口服药是紧急授权的药物 它是缺乏长期研究的 所以医生在开立处方签的时候 都会特别小心 好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很晚 才拿到处方药呢 可能跟行政的流程不顺畅有关系 所以很多人都想说 赶快自己去领居隔单比较快 但告诉你要亲自领的话 可能排队要比谁早起的 那第一个的人他排多久呢 他半夜三点就来排队了呢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天 都是这样的景象 每一个新北市的卫生所前面 都是大排长龙 因为大家都等不到居家隔离通知书 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因为不但你的就医流程 可能因此而不顺畅 那么很多的资料不能够上传 甚至你要请假也会有问题 所以还真的让第一线的防疫人员忙翻了 其实每一个卫生所 他们都是有限量的 所以大家才要来排队抢 这个非常限量的名额 现在指挥中心终于看到这个问题了 那现在也寄出了新的规定 现在有一个新的系统即将上线 那以后的新案子 在十个小时之内就能够自动开单 而且也会在数位证明平台上面 新增一个功能 就是接触者隔离证明 但是新的系统要25号才会上线 就是接触者隔离证明